兩位是與之前的相關的個案 第一個個案是5440 她是女士68歲 她的先生是一個初步陽性的個案 已經是檢疫中心 與較早前一位個案一起走過山 她和她先生都住在港福村的港人樓 她自己沒有病徵 她先生是一個緊密接觸者 就送了她進入檢疫中心 她去了港福村的臨時的取養中心 做了檢測 也是一個陽性的個案 以及一個有關聯的個案 544是另一位有關聯的個案 就是她和她確診 就是她是一個緊密接觸者 都是在檢疫中心確診的 她也是住在這個 即同較早前一位個案 住在荃灣全城會7座那裏 是一起同住的家人 她就是在觀塘渣打銀行中心上班 她就是本地的活動 都是跟她先生就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們有一位是本地的 沒有源頭的個案 就是5439 她就是一個58歲的男士 就是住在這個 池雲山、池康村、康潤流 跟家人一起住 她跟兩位家人一起住 那兩位家人 現在都是初步確診的個案 因為找到她之後 那兩位初步確診的個案 都是有些病徵 所以就送了她入醫院 就初步確診 她自己就是在莊士倫敦廣場 做保安的 那她是做夜間保安 那最後一天上班 是11月11號 所以跟她一起上班 還有三位同事 都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那她就是 那些活動 除了上班、下班之外 就曾經是11月6號 就跟幾位親戚朋友 幾位三位 就一起在旺角金魚酒家 就吃個飯 那其他的活動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她有兩位的 接觸者就初步確診 那她就是11月8號 就覺得自己有點發燒 那11月10號就去看私家醫生 那私家醫生就建議她去門診那裡 留津去化驗 那她就沒有去到 那她就11月12號就覺得病情 都還是有了 那所以就去了廣華的急症室 那她那間 她做保安的地方是一個商下 那據她所說 就沒有什麼跟市民有接觸 那十幾位初步確診的個案 那她就住在沙田 新田圍村 姓惟劉 那就是和家人一起居住 那其中一位接觸者 就是在這個尤馬地 津里學校回學的 那我們都是謹慎一些 就是送了她去檢疫中心 就希望等結果在陰性 那間津里學校 現在暫時叫她停一兩日 就等結果在陰性 才開放學 其他上班下班曾經去過跑馬地的會所洗手間 在更衣室做過維修的工作 我們都會跟回跑馬地的馬會 看看有沒有接觸者需要去檢疫 另外10月24日曾經跟一位朋友去過尖沙咀金馬倫道的酒吧